audiobook 王華 營祥 這全部殺錢啊 我問你啊 你沒有男朋友 沒有人 要介紹 沒有男朋友 好 那我問你 那如果 你男朋友跟你結婚之後 你男朋友跟你結婚之後 妳要不要住 我可以讓妳沒有人 要喔 那妳知道 那妳怎麼對待妳婆婆 當然 國旗之間關係要搞好對不對 喔 真的喔 這人的媳婦就在哪裡 早早去睡就暗暗去 唉唷 這是什麼媳婦 這是什麼媳婦 哇 這種媳婦 做媳婦要學這個 好 好 新年 喔 這種媳婦 愛航空島才是標準媳婦嗎 你這是什麼價值觀 OK 來來來 我來問個張醫院 做媳婦的得力好不好 好 來張醫院來 其實我們知道妳這個 一開始喔 演電視的時候 最早是《莫大兒女情》是吧 對 我第一部電視劇的作品 也是我入社會第一份工作 真的啊 那妳第一次在演這個《莫大兒女情》的時候 聽說有 演的並不是很順暢 跟這個電視的這種作業也不太的能夠配合 是不是這樣 那當然囉 因為那時候剛從學校出來 我們應該說是在畢業前戲開始拍這位戲 然後到就是說從畢業前拍到畢業後 那那時候只是一個學生 然後第一次接觸一個全然商業的環境 然後對我來講 電視作業是完全陌生的 跟學校所學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 基本上電視工作還是需要靠經驗 靠經驗 對 我第一次面對電視的時候也是講不出話來 後來他們把那個鏡頭調得好遠好遠 然後我才講得出話來 也是這樣子啊 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第一次的經驗 對 一個過程 不過妳的這個 那個好像妳自從演的時候 沒到畢業前以後啊 反而就是演的那一部就得到了金鐘獎了 入圍 入圍沒有得獎 可是妳剛剛講說妳好像不太 對電視又不太熟悉啊什麼 就一開始就 這是天分嗎 當然需要一點天分喔 所以意思說該搞的就對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滿感謝那時候合作的對象 包括那時候的導演跟 那時候合作的演員 他們都滿幫我的 因為我自己是滿怕聲的 尤其到 剛到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又沒有拍過電視劇 那時候是很笨的 我想那時候拍的戲 剛開始一定是非常非常青澀 但是在拍的過程 因為整個環境大家都不敢給我壓力 因為他們看我已經很緊張了 所以那時候 那他們不敢跟我壓力 我就自己給我自己很大的壓力 那是一定的嘛 然後慢慢就在那個過程慢慢進步 然後到後來就很快進入狀況 所以以上是張玉燕的這個金鐘獎得獎感言 OK 但是你的形象過得很奇怪喔 我媽好喜歡看你喔 來來 笑一下來 來來 我說一下 阿姆阿姆 百名幸福在這裡啦 OK啊 不過我想知道就是你好像演的這個角色都變成很七苦 可是你的人生好像 像你剛剛講的畢業以後 然後演了第一部戲 就得到了金鐘獎 入圍 不過這算起來是平復清雲嘛 我自己也覺得蠻幸運的 那跟你的電視上的這個形象 好像沒有辦法拼不起來是不是 你的人生是很平順的 是不是這樣 工作上來講 目前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啊 我把 就是說我把該吃的苦在戲裡面 經歷過 所以我現在生活裡可能稍稍好一點 就享受 沒有享受啊 工作還是很辛苦的 OK啊 不過但是你現在的形象 既然變成好像是這麼樣的這個七苦啊 那你自己覺得我不曉得 我最早以前發現是說 我們所得到的最新的這個 最機密的檔案是 你以前根本不看這個八點檔 你自己根本對這個所謂的連戲劇是 這個不削一看的 那你怎麼會變成自己去演連戲劇呢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學校嘛 然後大家就是 心態上比較學院派一點 對於電視劇比較 比較不是很感興趣 那即使我現在自己拍電視了 其實我也很少看電視耶 你不看你自己拍的嗎 偶爾會看 我會看 那有的時候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戲 會把它錄下來 那你自己現在是 自己再去演這個八點檔以後了 那你有沒有改變你原來對這個連戲劇的看法 你現在對連戲劇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想因為連戲劇是為了要滿足 比較大眾的階層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能以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角度去要求他 那而且基本上對我來講 他目前已經是工作 因為工作一個職業了 所以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理想是一回事工作是一回事 那我們必須自己在理想跟工作直接 取一個平衡點 那我們必須對我來講就是在 你必須還是對連戲劇來講 他還是必須有所選擇 就看 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嗎 但是還是要選擇你的今世媳婦就對了 不過我們的話說回來 你像演的這個媳婦好像都很壞名 每個都是 去用孤獨等等 那你自己覺得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媳婦的角色會不會影響到現代的 婦女她們對這種媳婦的定義 你覺得 因為大家都要這麼壞名 你以來順受 為什麼現在那個媳婦角色都多半比較是 淒苦一點的 一方面是台灣連續劇的觀眾 比較容易同情這樣的類型的角色 這個問題我跟公司有討論過 那你說會不會影響到 一般婦女觀眾對於媳婦的一個感覺 是不是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現在大家都還蠻理性的 看戲歸看戲 然後現實生活又是一回事 不過對我個人來講 我雖然演的多半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可憐 比較受欺負的角色 其實我自己並 有的時候我並不是很認同 劇中人的角色性格 那妳怎麼辦呢這時候 其實我剛開始演的時候 剛開始接觸這類型的角色的時候 自己心裡上會有一點點的覺得 沒辦法進去 因為我的個性不是完全像那樣子 這麼的逆來順受這個樣子 但是你在演員嘛 有時候你就是對角色慢慢接觸久了 你慢慢可以認同 而且我一直覺得這個東西呢 有時候角色的性格 雖然我們自己跟劇中人不完全那麼像 但是我是相信 我們可以在自己身上 找到跟劇中人性格有關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性格 都是有很多成分在裡面的 來 再來 再來一次 阿姆他實在沒這麼壞名 那都假的 OK 那妳自己抱抱被從此 等一下我一個問題 我一直要問妳就是 像妳演的這個 心不我命這樣子的一個角色以後 妳會不會怕從此以後 所有人找妳就說 妳演這個心不我很好 所以每個人都希望妳 來演這樣子的一個定型就對了 變成每個人來就是要演苦命的 當苦蛋 會啊 我現在就有這種感覺了 來 屏東人嗎 是 真的屏東人 對 跟妳一樣啊 喔 然後我看妳這邊還有一張 念鳳東的啊 對 還拿一把槍 什麼意思呢 這邊有兩張喔 都是拿槍還有那個 拔指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在 學校的時候參加射擊校隊 射擊校隊只有三個女生 所以可見的就是說 你還可以演這個 長槍射擊的戲 有這種戲可以接 所以現在看不出來了 不過有機會的話 其實滿不錯的 其實我也是屏東的啦 我念一年啦 念一年 你只有念一年 為什麼呢 因為 怎麼是我訪問妳 訪問妳 訪問妳 訪問我 因為我很好奇 因為我 因為我被 因為我被對學嘛 那時候在做修拉計啊 唸 唸了兩年 唸五個學校 所以朗木七千四我都唸過 真的啊 真的 OK好 來 不過我們來說說妳 年輕時候的事情 這邊有很多照片 這個都是年輕的 這一張 這一張已經看不清楚了 對啊 這是 這是妳 我想 對 我很小 小學的時候吧 這位呢 這是我姊姊 妳姊姊 我所知道妳跟妳姊姊 還有跟妳媽媽 她們的情感非常地好 是吧 因為我們家人口 比較簡單嘛 所以自然而然 家人的感情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所知道就是說 妳母親 對妳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她有什麼樣的看法 她有沒有教妳說 妳怎麼做媳婦 然後她演得很苦命 妳媽會不會很苦命 我媽看我演很苦命的戲 她都看得很開心 她一直笑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媽媽嘛 只要我演的戲 不管演得怎麼樣 演什麼角色 她都覺得很好看 那她有沒有教妳 怎麼去傳摩這種 拍名的媳婦 有沒有教妳這個 沒有耶 沒有 她說當年我被妳這個 阿嬤 OK 那看到妳演這樣子的 都是演這種 好像很 很逮命的這種媳婦 以後呢 她會不會擔心妳 嫁不出去啊 或是說 嫁出去以後真的被 勾到她 不會 她怕我太早嫁了 她還是怕妳太早嫁了 對啊 可以多當她的女兒 再多當幾年 她可以多當幾年的新媽 這要問她 我不曉得 好啦 那麼她們的 整個的這樣子的親情 對妳的鼓勵 就是非常的大 嗯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對我 我現在自己在台北工作啊 她們是我一個很大的 一個精神的 支柱以及後盾 她們還住在屏東嗎 對 那麼常常就是來鼓勵妳 就是整個 就像我爸也是一天到晚 看我的節目 她是最忠實的觀眾 妳媽也是這樣嗎 對 那是一定的 都是這樣 OK 馬尔 妳剛才講說妳一個人 現在目前在台北工作 對 那我們所知道就是說妳 好像沒有什麼經紀人 對 其實我不排斥有經紀人耶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遇到一個 有緣分的經紀人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什麼叫做有緣分的經紀人 我也不曉得 我就 嗯 我從一開始拍戲 就有各方的經紀公司 跟我接觸談過 至於到現在都還有 但是我做了各方面的評估之後 我發覺 要在一兩次的談話之中 然後就要決定 未來幾年的一個工作的 一個方式 合作對象 我覺得太冒險了 我 我是比較缺乏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自己來好了 你比較缺乏安全感 就好像很多男士聽到 就心補 OK 不過妳再提到的就是說 像如果你這樣子一個人沒有經紀人 然後妳去跟製作單位談 那會不會吃虧呢 其實我想 難免會吃一點小虧 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只要工作上 平平順順的就好了 因為 怎麼講 我覺得有經紀人是有好有壞啊 而且我很怕說 如果跟經紀人合作 在有時候價值觀不同的話 很可能在合作上就會 容易有摩擦 不是我是說 如果你個人去跟製作單位談的話 會不會被他們欺負啦 或是談的價碼比較不好啦 會不會這樣 這個我不曉 但是我想可能 可能無形中有這種情況我不知道啊 但是因為我拍戲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自己運氣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我遇到的製作單位都蠻正派的 然後對藝人也都態度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安排自己的工作上 還可以應付得來 不過妳剛剛講到就是說 妳碰到製作單位都還不錯啦 事實上這種影劇圈子裡面呢 我們知道有很多 尤其是妳一個女孩子 自己一個人這樣子在台北 這樣打拼 那麼妳會不會覺得 進入這個圈子以後 聽說有很多故事啊 包括各種各式各樣的故事 那妳自己覺得像這個圈子 妳一踏進來以後妳覺得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我從拍戲到現在 我真的都是遇到那種大的製作公司 都是那種規規矩域拍戲的製作單位 然後可能我個性也比較穩定的關係 我在一個製作單位 我可以就待一段時間 然後再換再拍別家公司的戲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拍到現在六年 然後到現在是在華視 在電視台 等於說直接對電視台工作的情況下 我覺得 我受到在工作上面的問題其實蠻少 我遇到問題蠻少的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我把自己的外物撿到最低 我就是很單純拍戲 所以不接其他的這個 不過但是我們還是知道這個 不是只有一個電視台 妳自己像本身還沒有進入這個影劇圈之前 妳對影劇圈的看法是怎麼樣 就跟一般人一樣 覺得很複雜 大染缸 包括那時候我要 進這個圈子工作的時候 家人也會很擔心 覺得說因為沒有人幫我 然後 怎麼講一個女孩子 他們又會想要我個性能不能應付得過來 這麼多的 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或是人什麼的 其實我後來進這個圈子工作幾年下來 其實偶爾也是會耳聞一些 比較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想很多事情是在人為吧 妳想怎麼樣過 就是妳選擇怎麼樣的方式來 來生活來工作 其實自己還是可以控制的 那加上我剛剛說 我覺得自己還蠻幸運 就是說都遇到一些好人 所以就比較少一些麻煩的事情 好像聽起來妳的 以前碰到很多是好人 但是沒有這種壞人或是 對妳有什麼 對妳有什麼特別的 什麼要求什麼都沒有嗎 我覺得還好耶 那像現在工作幾年下來比較 有一點工作經驗 一點點的社會經驗 或者說妳對比較懂得怎麼保護自己的情況下 偶爾會感覺可能會有 怎麼講 對方不懷好意的話 自己也比較懂得怎麼去閃開 可能我一直都在拍戲吧 沒有什麼時間去接觸外面這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 因為像這幾年下來 我大概很少時間休息 通常早上就是 早上出門就拍拍拍 一點點的時間都在拍戲 工作時間非常長的 不像一般人覺得說 好像演藝圈生活 五光十色 其實沒有耶 拍戲 演員來講的話 要佔掉大部分的時間 我有的時間的話就是休息 就是睡覺 沒有其他休閒活動 就是直接休息睡覺 忙的時候真的很難 這是妳必須付出的 妳可以說是代價也好 OK 那麼我知道妳從小好像生長的環境裡面 都是講沒有講台語的環境吧 比較少了 我媽本省人 不過我們在家都講國語 不過大部分都聽得懂啊 會講一點 然後後來因為拍戲的關係 有練得比較好 怎麼練得 練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比較好玩的事情呢 好玩啊 我覺得好辛苦啊 因為畢竟原先台語對我來說 不是母語 那妳用 不是妳媽的語嗎 妳媽的語言 這是什麼話 母語嘛 她要講母語 不是 我的 婦語 原來習慣使用的語言 肚子裡面要講的語言 那後來 但是妳要用台語去 可是妳在演戲嘛 妳還必須要 怎麼講 要表達妳的七行六語 就比較難 覺得隔一層啊 就好像可能我用英語去演戲一樣 我會覺得隔一層很吃力 那時候對於台語不是很熟悉 然後 因為我只會一些很簡單的生活繪畫嘛 那時候因為 像台詞那些平常都很少講的啊 所以花了很多力氣去念它 然後有的時候 在演的過程會覺得有障礙 會覺得 會覺得 會覺得常常會咬到舌頭那種感覺 會演到自己心裡覺得很生氣 就是那個台語沒有講清楚就 對啊 因為覺得講不好啊 然後很氣啊 那妳 他們製作單位有沒有特別找人啊 來教妳好好的講啊 講這個台語呢 老師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戲的導演 他們本身台語就是非常的專家 嗯 有沒有特別教妳說 要怎麼樣的把這些語言的講好 那妳是怎麼樣的一次又一次 妳是把它練到好為止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 可以用台語回答不要緊 不過最近感到有感覺比較貼補 比較貼補 比較貼補 是怎樣 比較冷在說啊 所以 不用每天去 像人家念歌這樣啊 每天到時候起來都會練 那有人唱我講話啊 所以我看妳最好找一個講台語的男朋友 好啦 那妳的台語裡面我們知道有一些腔調 嗯 對 有沒有觀眾反應說 而且昨天還會說的台語啊 超泥呆 超泥呆 有 有 可是蠻多朋友好像有的觀眾朋友反應 嗯 公司的人跟我講的啦 就是說喜歡聽我講台語 雖然也有人 相對也有人覺得我台語講得很爛 但是有觀眾朋友反應覺得 我的台語別具特色 什麼特色 什麼叫什麼特色 妳剛剛說的啊 怎麼講 超泥呆 超泥呆的特色 對啊 因為沒辦法 我 台語不是那麼道地 所以會有一點點腔調 嗯 不過我所知道的 事實上我知道就是說 呃 妳的家教 妳剛剛提到妳的父母親 其實妳的家教非常的嚴格 嗯 對 在我高中以前 嗯 那到底怎麼樣嚴格 等一下我把妳所有的照片 通通給妳辦出來 天啊 這是妳小時候嗎 沒有啦 這是我 高中 太宜這個是國中 對 國中的時候 妳看這個後面 現在很難看到的竹梨巴 還有竹梨巴 是鑽村嗎 不是嗎 不是 那這個也是國中嗎 對 國中 那哪一個呢 第二個 喔 就是這個 長得就已經有 嗯 小美人的樣子 那時候就有人追到是嗎 沒有啦 就是 沒有人追啦 國中那時候怎麼那個 就是說 當然還是會有男孩子會 比較 就是喜歡妳 可能吧 嗯 我老是覺得會有人盯著我看 那是鬼啊 不是啊 我們那時候講到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的裡面 我所知道就是說妳教教非常嚴 嗯 那麼 但是我們也知道妳國中三年級的時候有 有過這個 有一個小男生很喜歡妳 是不是 嗯 對啊 其實這次我們班同學都知道 很好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蠻有意思的 嗯 就是 有一個別班男生嘛 然後他都每次放學 或是上學 他都會這樣經過我家門口 比如說上學他就會 他就會很早出門在我家門口 附近等 然後 我們那時候騎單車嘛 然後他就會跟在我後面 可是都不敢跟我講話 因為少年為德 對 都是這樣 大概快一年喔 然後到了我國三 快要畢業的時候 都 他到我國三快要畢業 我生日的時候才敢打電話到我家 嗯 可是呢 也害得我在家裡差點 怎麼樣妳 父親接到了嗎 對啊 然後我一聽那個電話 我接電話都 是妳接的 我爸爸接的 然後我爸爸就 臉色很難看 說有男生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已經快要 高中聯考了嘛 那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個事情 因為 絕對 之前沒有這樣子一個紀錄的 他好不容易鼓起用自己打過來 對 然後原來他是說我生日 然後他要送我一個禮物 請我出去拿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怎麼回答的 怎麼掛上電話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很生氣 我掛了電話以後 我爸就拿了剪刀 把那個電話線剪掉 結果他剪的粗 他剪成旁邊的 台燈的那個電線 結果妳爸就 啊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結果更生氣了 然後還打妳一頓 那個印象好深刻 這個事情 不過整個講起來就是說 那時候妳父親對妳的期望也非常高就是了 他就是也不禁止妳 到了什麼時候他還開始就說比較放得開了 考上大學以後了 因為我爸他們就是世代夫觀念比較重 覺得應該把書唸好 唸書比較重要 唸書的時候不可以想通想心談戀愛什麼的 但我自己也這麼認為 然後我們知道考考進 念藝術學院的時候才 這方面才是 等於說禁令解除了 欸 欸 餘父 什麼的事 那個拍子 我問我身邊偶像一個問題 啊 我每次跟美女講話 妳就在那邊插嘴 誰講 美女 美女 我當然也希望發問一個問題 就常常在報紙上 像我喜歡看影劇版 想問一下張玉燕 你覺得那個報紙上一次會報你緋聞 那你自己什麼看法 啊 我想你跟我們問這個問題 啊 你好 難得機會 回去睡覺 不行啦 這種問題怎麼可以問 這人是誰啊 怎麼那麼無聊啊 不是我們隔壁的 就駐造了那個救急 對啊 我也很想問啊 你怎麼沒事的時候不看 有空的時候不看 那個政治版 漁夫哥畫的漫畫 就是啊 多有意義啊 對啊 不過一般來講 我還是想問 不過我想很多人就是想 一般來說對公眾人物啊 他都會故意 要很想要知道他的隱私 事實上是這樣子 對 因為大部分人都有偷窺狂 對 是啦 我也擦 像這種情況下 你自己對這種緋聞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自己有沒有人故意跟你寫一些 你自己八竿子打不著的人 有過 當然有過 這個是 你在怎麼謹言盛行呢 都會有時候 還是會有這樣子 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事情 掉在自己頭上來 對 會有些人是故意鬧的 還是增加知名度 也許有人有這樣的做法 但是 我個人來講 我是蠻怕這種事情的 因為解釋不清嘛 然後 而且我覺得 如果說有感情上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這是蠻個人的 蠻 蠻 蠻私人的一個事情 那我是喜歡 工作跟生活是分開的 所以你不希望人家在這個緋聞上 多做這個文章就是 對 好的 那我們看看你 這個是大學畢業是吧 對 這是大學畢業的第一出戲 學校我們畢業的時候 一個畢業製作公演的劇照 那這個呢 這是演什麼呢 這個戲的名字叫可敬的昌劑 我演一個昌劑 然後呢 我們這裡 這是緋聞 沒有 這是第一出劇 對啊 蠻有意思的啦 那時候 你看我們在戲裡面都是 手啊 臉啊都塗白 表示白人 其實那個戲叛討的是 那個時候那個 黑人白人之間的一個問題嘛 種族的問題 我前一陣子才重看了這個 那時候演出的那個錄影單 結果呢 結果 兩種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如果現在在演的話 我一定可以演得更生動 對 我要告訴我 當時看過這個戲的觀眾朋友 第二個感覺就是 我現在回頭看 我覺得 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糟 表示那個時候就 嗯 那婆有天分 不必把錢退回去 OK 那麼但是 妳從大學畢業到現在 那麼妳自己感覺說 妳的變化多少 我覺得 嗯 我畫比較多一點了 我現在回想我大學生活 我覺得 那時候好自閉喔 其實我現在很多人還是會 可能會這樣覺得啦 不過可能因為工作上的磨練啊 什麼的 我比較 嗯 我覺得比較 比較 對於表達自己上面 有比較好一點了 不會像以前那麼內向啦 不要講自閉啦 好難聽 OK 我基本上是比較內向一點 那妳自己以後的計畫呢 嗯 當然 在 近期內還是以電視 拍攝電視劇為主 那 對我來講 我自己覺得 電視工作幾年下來 也到了一個階段 嗯 也許別人很多人覺得說 不錯了 但是我的感覺是 我現在有這種感覺就是說 我希望自己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然後我希望自己還能夠 有更大的空間在其他方面 哪方面我不曉得 但是我總覺得說 可以演槍擊要反啊 之類不管隨便 或者說我也許不是演戲做別的工作 我也覺得說 對於未來的生活 如果說我覺得 自己還很有可能性 還有其他空間 還有很多 嗯 未知的讓我可以期待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比較 讓我覺得比較充滿希望 好 那麼妳 從這個畢業以後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六年 六年 嗯 那麼再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時間 年紀 是嗎 我自優生 嗯 OK 是 自優生 那麼妳最想要的這個 最想要改 從妳這個畢業以後到現在 嗯 那麼妳現在發展到這樣的一個局面 好嗎 那麼妳最想要感謝的一個人 是什麼樣的 嗯 其實我要感謝的人很多 不過我很感謝自己 最感謝自己 為什麼 我感謝自己可以遇到那麼多好人 嗯 好 很好 好 下面不曉得 妳突然問 問到這樣子的問題 好啦 今天非常謝謝